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事前规划、事後验证 欢迎来到这一节财富长城 OK 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没有什么意外 那么继续 在低档里面 振啊振啊振 这振一振的结果 那么现在的加权指数 當然還沒有跳最後一盤 那麼下跌的是34點 跌停的加速有27加了 這個地方可以說來到一個 非常非常關鍵的時間點跟位置 為什麼叫它關鍵的時間點跟位置呢 這是我們11月10號 哪一天大盤大漲了137點之後 我跟各位講的 你千萬不要因為這個太興奮了 11月10號以後是要進入暴風圈的 一些哨來哨去 從11號開始 開始了暴風圈的什麼 果然就開始去接觸到暴風圈了 一直到11月14號 然後我還跟你講了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你會看到一波微光的B之溪 微光的B之溪 但是 11月14號我也告訴你 這一波可還沒有正完 個股在輪流做第四波的反彈 但主要只是時間波而已 那為什麼說這個地方來到了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經過了昨天的下殺 再經過 今天再殺一遍 眼看著 微光B之溪 就要在48小時之內發動了 48小時就是兩天 最遲在兩天之內必須發動 但是我也要告訴你 為什麼來到這個關鍵的時間點 因為 微光B之溪也就是微光而已 就很多的中小型股 你要提防 提防什麼 老師已經跟你講過了 許多的中小型股在這一波 只是做第四波反彈而已 第四波反彈就第四波反彈了嘛 第四波反彈又怎麼樣呢 這些中小型股 很多是我們前面在空完了阻碟段 低檔回補之後 10月27號174家跌停板那一天 低檔回補之後 反彈上來是準備再空的標的 這些股票 包含了2439的美率 11月5號跟你講 你要提防第四波反彈 第五波破底 1795的美食 11月15提醒你 11月5號提醒你 第四波反彈 第五波破底 到了今天11月18號 11月18號 11月18號 美食經過了第四波反彈的 4支A 4支B 4支C 眼看著下來的這一波 恐怕就是已經是第五波了 恐怕已經第五波開始了 不只是他哦 包含2402的一加 也是一樣 11月5號告訴你 第四波反彈而已 你要提防 震著震著 最後第五波去破底 你真的要提防 其他還包含了什麼 6153的加聯翼 不也是如此嗎 當我一個四波反彈完了之後 接下來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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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各位朋友 為什麼來到這個關鍵的時刻 現在你能明白了嗎 為什麼在本週的規劃跟你講 這禮拜你確確實實 你會看到一個微光的B之7 或者你覺得說 奇怪到今天 到今天 半邊也是黑黑跌了25點 我就跟你講過 上禮拜跟你講 這個第一檔 他會踹踹踹踹踹踹 17號踹 18號踹 你如果 就指數的部分 你要把握這個脈動 你一定要跟著我們的訊息動作 各股的部分 各股的部分 會有例外嗎 老師在上個禮拜 跑了高雄 跑了台南 台北還辦了第二場 很多朋友 很多朋友 來了 但是又帶著質疑回家了 帶著懷疑回家了 當你現在看到 這些股票 包含了一家 包含了美食 還有這一檔我還沒講呢 1589的永冠 我們27號回補的上來 要不要再空他 這裡回補的上來 要不要再空他 那你說老師 那這個 那這樣子看起來 如果第五波發動了 我們還有什麼機會呢 我現在就要請你把握 就個股的部分 你要請你把握 把握什麼 把握這個救命 最後救命的 微光B之息 你要把握這個 最後救命的 微光B之息 48小時之內 48小時之內 當這些個股 紛紛已經開始了 第五波的波段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到 第五波的開始 第五波的那個行徑 它跟第三波不一樣 它跟阻跌段不一樣 它不會這樣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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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樣跌停 它不會喔 它會跌一下 接近前波低點 再接近前波低點 又彈回來 好像又是底部 再跌回去 這樣慢慢地盤跌 慢慢地盤跌 最後 就像我在 我用這個 當初用美率的例子 跟你講的一樣 最後盤整盤整完了 最後突真的去破底 所以對很多個股而言 既然那個第五波的訊號已經出來了 那麼你就要特別小心一下 微光B之吸 在這個對很多個股恐怕只是 第五波裡面的什麼 跌升裡面的一個反彈而已 那你要趁那個微光的B之吸 微光的B之吸 你要做好佈局 要不然至少你不要站在賠錢的那一邊 至少你不要站在賠錢的那一邊 指數的部分呢 這個地方也是一樣很敏感 也是一樣很敏感 為什麼說它在48小時內必須發動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這48小時呢 這算的是 是因為結算嗎 不是 台子一個月有摩台結算 有台子期結算 那那麼多結算 你每天都在 每一個月都是結算轉折嗎 不是 剛剛好而已 剛剛好而已 這個微光B之吸 這個微光B之吸 經過了前面 整個逼迫了一個D檔整理 在那邊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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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在想 老師那你每次規劃都這麼厲害 對不對 每次規劃都這麼厲害 那既然你說還有一個B之吸 對不對 那沒關係 我不需要老師的訊息 我不需要老師的訊息 我自己去買就好 那我已經一再跟各位講過 這一個箭頭向下跟一個箭頭向上 這中間的學問 中間的學問叫做魔鬼細節 我在11月14號開演講會之前 已經跟各位一再講過 這個第一檔可還沒震完 還沒震完 還沒震完 當天的高點還有八九九二 差點在九千點 今天到了今天 又殺了一百多點下來 又殺了一百多點下來 然後呢 太早進場的 發生什麼結果 太早進場的發生什麼結果 不是上下亂八 就是被迫砍在最低點 那所以魔鬼的細節要不要緊 當然要緊啊 這是我們抠訊的 為什麼說你要跟我們同步動作的那個寶貴之處 就在這裡嘛 那既然微光B之夕 眼看著剩下48小時就要發動 現在看來對於做棋子的來講 對於做個股的朋友來講 這邊都是生死一瞬間 都是生死一瞬間 所以這一次我要特別特別提醒 不論是在個股地勢波的反彈 你沒有把握住逃命點的 或者在微光B之夕發動之前 你說黑白亂八的 你現在要注意 B之夕的發動不是代表天下太平 B之夕的發動不是代表天下太平 B之夕也是微光而已 所以這個地方很容易轉瞬之間 馬上有多立刻翻空 這個你要稍微小心一點 所以我現在要跟各位講 既然老師在這個禮拜已經 一開始就跟你講 11月14號已經跟你講 這低檔震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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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還沒震完 震完了之後來一個微光B之夕 個股你要小心談到第四波反彈了 接下來是第五波下跌 那個會破底 這麼複雜的盤面 我居然可以在一個禮拜之前 就已經提醒你 現在半個禮拜過去了 對不對半週過去了 現在我來跟你講 當老師來跟你講 你就要更特別注意 微光B之夕48小時之內發動 這發動的B之夕你要怎麼佈局 個股的旗子的選擇權的你要怎麼佈局 我剛講過再講一遍喔 微光B之夕一旦來了 你不要以為已經天下太平 轉瞬之間的變化又很快 尤其是旗子的部分 我想你受夠了過去 這一波B之B之C 老師已經事先在11月10號畫給你的 你受夠了這一波來回震盪的朋友 你拔得有夠了 你拔得覺得說 這樣子下去也不是辦法 對不對 你要找一個既然規劃都能夠照著老師的規劃走 那麼顯然真正成熟的時機 成熟的進場點 正確的操作策略只有老師知道 那你要趁這個時候 趕緊把電話給撥通 因為只有48小時 我們下個階段繼續回來 我和你一樣也是一個爸爸 你願不願意讓我來分擔一些 你們照顧孩子的辛苦 我當市長台北市12個行政區 每區最少三個公辦民營托營中心 免費幼教從5歲降到4歲 而且育兒津貼再提高20% 孩子的未來就是這個城市的未來 投資您的孩子 顏色文絕不熟了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投顧 022-2781-0909 02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2781-0909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業服務是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擔有 嘴氣聽啊 先用氣聽五分珠 好這一節我們再回到微光逼之溪來 那麼上一節跟各位講過 前面跟你講到這些股票 你要注意 因為很多老師 都把這個地方當作是一個底部 你要小心 小心什麼 什麼叫第四波 什麼叫第五波 第五波完了又是什麼 在上個禮拜演講會裡面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了 從大家都只想要知道 大家都只想要知道說 現在開始到選舉前要怎麼做 現在開始到結算前到底要怎麼做 盤會怎麼走 我說大家都企圖心太小了 你現在在節目裡面 你看到的是我整個中長線規劃裡面的 一小部分而已 那只是一小部分 我每一個波段長線的規劃 都已經一定會規劃兩三個月以上 然後這兩三個月中間 我在演講會跟大家講到過 你現在只想看到結算前 我告訴你結算前 你沒有我們的同步訊息 叫什麼叫巴西 個股的也如此 更何況更何況 你現在看到的這個規劃都還在驗證當中 老師已經幫你規劃到農曆年前去 你才經過了這一個禮拜上下掃蕩 上下掃蕩 把到不知道人的時候 你看到個股 真的這老師講的 第四波反彈完好像不大對 每一個每一檔股票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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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下來了 你看到旗子老師跟你說還沒 當時跟你講還沒證完還沒證完的時候 硬是不相信 跟你講這個圈圈還沒有證完 你硬是不相信 你講趨勢向上來啊 來啊 到了今天 我才跟你說微光B1748小時之內發動 如果你有我們同步訊息 你會怎麼做 我們怎麼做 我告訴你四個字 以慢打快 就旗子的部分 選擇權的部分 以慢打快 你看到盤面像昨天這樣上下掃蕩上下掃蕩 你那個call訊都還收到都還來不及打電話 馬上又跳50點去了 我請問你你那怎麼做 有 但是沒有行情嗎 有 沒有那個可以賺穩穩的 很平穩的賺到的行情嗎 當然有 你昨天搞的空單也不對 多單也不對啊 那昨天我們在怎麼佈局 我已經先跟各位講了 昨天開始 我們已經為了微光B17做第一步的緩慢布局 10點02分 才去布局 10點02分才去布局 那時候還在8880 今天12月起始在哪裡 收在8883 早到處 今天的訊息呢 我給你看第一通跟最後一通 未到轉折日 我們有多單部位 你要操作這個B17的反彈 操作那個微光B17的反彈 你不能看 只看得到你吃得不到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要操作這個B17 你還是要跟著老師啦 好不好 今天是不是轉折 不是嘛 8點40分 已經跟你講還沒有 今天不是嘛 多單部位 你要照著計畫 一步一步的逢低再來布局嘛 早上開高扭位去布局 不要嘛 對不對 什麼時候布局 你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布局 又是今天的 幾乎是今天的最低點 這是我們今天收盤之前的訊息 除非這個規劃 沒有 除非是規劃改變了啦 微光B17 48小時之內發動 今天布局的部位 全數續報 全數續報 布局了什麼東西 布局了什麼部位 朋友 對於錯過訊息的你 有什麼意義呢 對於錯過訊息的你又有什麼意義呢 明天 明天 後天 明天一個24小時 後天一個48小時 就在這48小時之內 又是一次大震盪 那一次的大震盪 去發動 你看著這份11月10號開始 想著念著 微光B之息 早就在規劃裡面了 早在規劃裡 今天我們只是按表操課而已 11月14號已經跟你講本週會來 你要等它真完了再來 現在時間剩下48個小時 你要不要把握最後24小時 還也許有一天的機會呢 廣告時間趕緊把電話給播通 謝謝 自負投資風險 請先約 不好意思啊 站你一下 你剛才不是才去過 阿嫂不知道有人介紹他 最高的孤兒是水的 那就是啊 久以前到阿娘介紹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煙很多是走私的 運送過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質會變差 沒有檢驗的煙 澆油泥古丁都很有可能超亮 而且還逃漏煙酒稅 以及健康福利捐 三鹽鷹 出健康不遵守思念煙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達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2781-0909 你我心中都有一條跑道 Check in 心中的航線 在夢想的跑道向前發行 逆風飛翔 發動引擎讓台灣再次起飛 桃園 台灣的引擎 Take off 桃園航空城 嗨 大家好 邀請大家一起來響應 全民節電行動 現在呢就要來 好 好 好